从在妈妈肚子里呢 她就注定了是一个备受瞩目的这个小公主 这是郭台铭跟曾欣怡的宝宝 那么昨天出生了 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娃 名字叫做郭小如 那么曾欣怡虽然是台湾科技界首富的太太 不过她决定要自己喂母乳 那么月子中心呢 缠出几率最高的就是这个小S跟蔡依山都住过的五星月子中心 贵得很 一个月就要三十几万 那么当然郭台铭是负得起的 算一算这个小公主一出生 她的身价呢就有117.5亿元 而曾欣怡跟好朋友透露 她还想生第二个 还是当爸爸的感觉很好 真好 在当爸爸的感觉真的很好 郭台铭脸上带着满足的笑 小娃儿到底长得像爸爸还是妈妈 我觉得都像 她是双眼皮 我就看到了 所以我说 而且有浅浅的酒窝 所以我就很像个女孩子 居民叫郭小如和王七林淑儒的如字一样 韩金汤石出身身价大约117.5亿 以郭台铭940.6亿的财产来看 曾欣盈有50% 470.3亿 剩下的由曾欣盈 郭小如 郭守正 郭小林评分 刚出生的郭小如有117.5亿的身价 婆妇产三到七天出院 曾欣盈可能会到坐月子中心 被传出可能是这间五星级西元医院独立出来的月子中心 42寸液晶电视 太空床 隐藏室面板 SPA水疗 医疗团队进驻 小S 蔡一山 预防都足过 出现几率高 除了西元医院 还有振兴医院 最具规模 但一个月要三十几万 好友还透露 曾欣盈想生第二胎 问他是不是 打算生几个 那他 他的意思是说 应该不止一个吧 所以说有可能会再生第二胎咯 有可能吧 那是说想要再添一个男生吗 这个就不晓得了 还没坐完月子 曾欣盈已经想再接再厉 坚持自己喂母乳的曾欣盈 似乎已经很享受 当妈的乐趣 终于新闻 我起屏蔡梦珍 台报导